2022年11月21日零时 世界杯节目站在卡塔尔多哈的海湾球场正式打响 如果你要问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看点 那无疑将是35岁的梅西和37岁的塞洛 即将迎来个人世界杯生涯的最后篇章 卡塔尔世界杯12人共同参加的第五次世界杯 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们将有幸在这个冬天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梅洛世代的最后一舞 2007年金秋奖的颁奖典礼之上 正值巅峰的卡卡带着自己标志性的微笑 借过了沉甸甸的金秋 此时还在她名次后面的 是22岁神剑英超最佳球员和最佳青年球员的C罗 以及刚刚在球场上复刻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 长途奔袭铺门神迹 被誉为球王接班人的10年20岁的梅西 这是金秋强改制后的第一次评选 我想彼时就算是二人最疯狂的粉丝 也无法预见到 他们将会在未来10年 将这一代表着全球年度最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奖项 彻底的垄断 所以一名90后的中立球迷 我想许多人都像我一样 一边单纯地欣赏着梅西和C罗 一次次在球场上奉献着超出人们想象的 孤单英雄式的精彩表演 一边又在暗暗地期待着 有人能站出来打破他们的垄断 然而15年 弹指一挥剑 当我走马当一般见证了一个个梅西接班人 C罗接班人 迅速崛起又从巅峰陨落 我才意识到 他们的持续性才是成就伟大的根源 也许能够将他们拉下神坛的 唯有时间 最近两年 在职业生涯的收尾阶段 二人都遭遇了此前不曾有过的困难 2021年夏天 刚刚带领阿根廷获得美洲杯 终结了阿根廷28年大赛 无关尴尬记录的梅西 却在回到俱乐部后 遭遇了巴萨俱乐部的迎头一击 因为巴萨主席拉布尔哈的临阵反悔 明西不得不再距离新赛季开赛不到两周的时间点 被迫离开这个自己已经待了21年的诺坎普 仓促的 甚至无法亲自和球迷道一生再见 778场比赛 672里进球 305次助攻 10次西甲冠军 4次欧冠冠军 8次西甲金靴 6次欧冠金靴 6次欧冠金靴 6次金球奖 6次世界足球先生 也没能为这段传奇的故事 换回一个体面的结局 第一年减薪75% 总合同减薪50% 即便是在新合同上做出了如此大的让步 也没能让冰冷冷的商业算计 将这位活着的传奇倾斜半分 梅西不得不接受了巴黎圣尔曼抛来的橄榄枝 到一国他乡 接受全新的挑战 没有了熟悉的环境 语言 气候 足球文化 没有了熟悉的朋友 队友 教练 工作人员 生活上的兵荒马乱 破坏了梅西球场上的专注 让他出到法国的赛季表现 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球迷想象中的那种实力打脸救主的桥段 更是没有上演 在接受对报的采访中 梅西谈言 我们没想到这一切 这发生的太快了 我们不得不在一夜之间离开巴塞罗那 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 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提着不同的足球 这让我很难受 伴随着进球数的急剧下降 按捺不住的媒体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炒作 梅西是不是被过誉了 梅西离开巴萨体系究竟行不行 到底是梅西成就了巴萨 还是巴萨成就梅西等等 诸如此类的流量密码 人们无法接受一个神 回到凡间 然而就在漫天的嘲讽声中 二到二三赛季 那个人们熟悉的球场精灵 却无声无息地 再一次在球场上降点 19次出场 12里进球 14次助攻 从前锋回退到中场组织位置的梅西 仿佛是再一次打通了任督二脉 从极尽了练的跑动 简洁潇洒的传球 以及花式百出的射门 让所有的治愈者哑口无言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两伤数据 对梅西来说不值一晒 那也不能完全地怪你 只能说 在过去15年里 梅西用连续12个赛季连赛进球25加 连续13个赛季进球30加 70加30 单赛季数据过百 等等这样的超神数据 把我们对顶级拳的胃口 已经拔高到了一个寻常优秀 以无法触及的全新领域 然而梅西本人 从来不是一个在乎个人数据的球员 不管是在巴塞罗那 巴黎还是阿根廷 如何将球队扛在肩上更好的前行 始终是他最先考虑的 所以 虽然梅西没能入围2022年的金球角候选 但当他在国家队的层面 用个人表现 先后把阿根廷夺得了美洲杯和欧美杯 让阿根廷以最强之姿 躋身了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时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笑得开心的梅老板 如果说梅西近两年的经历 是经历阵痛 从泥潭里艰难抽身 以浑然一新的姿态 迎接世界杯的到来 那么塞罗则是恰恰相反 一年之前 他以王者之姿 迎着漫天的鲜花和掌声 回归了老特拉夫的求唱 然而却一步步地走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最终不得不以孤注一掷的姿态 走向了世界杯的赛场 2021年8月28日 曼联官方宣布 正是从油温图斯引进C罗 此时 距离他以创提录的山架离开这里 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在这期间 他曾率领着银河战舰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欧冠三联冠的壮举 也曾引领着葡萄牙国家队 摘下了欧洲杯和欧国联的桂冠 也凭借着四次欧冠冠军 两次西甲冠军 两次一甲冠军 三次十一局杯冠军等等 十九项俱乐部赛事锦标 五次金球奖 五次世界足球先生 四次欧洲金学奖 七次欧冠最佳射手等等 个人荣誉 跻身了这个时代 甚至说 世界足球运动史上 最伟大球员之一的讨论 初走半生 归来隐世传奇 C罗回归曼联 几乎就是在一天之内达成的 先是媒体爆出 同城斯迪曼城有意引进C罗 之后曼联迅速做出反应 主帅索尔斯科亚公开表示 希望C罗考虑曼联 而最终 福克森爵士的一通电话 一锤定音 彻底让C罗下定了 重回曼联的决心 这样充满感性和戏剧色彩的 转回戏码 在给现如今 一遍的无比现实的国际足坛 带来一丝温情的同时 也为之后的决裂 提前埋下了伏笔 2021年9月11日 C罗在曼联对战 牛卡的英超联赛中手滑登场 时隔4490天 再度为曼联出战 在这场首秀之上 C罗梅开二度表现堪称完美 在打进曼联深爱 第120例进球的同时 他也以36岁218天的高龄 成为继吉格斯之后 取得曼联进球 最年长的曼联足员 然而我想 如果你是长期关注曼联的球 你就会清楚 不觉也走后 不管是英超老油条莫伊斯 还是足坛名帅范加尔 穆里尼奥 亦或是当时正在执教的 帅队大起大落 再大起大落的索尔斯科亚 都已经用自己的精力 无数次向人们证明了 曼联重返巅峰之路 绝不是依靠引进某个球员 某个教练能达成的 他需要的是一次 自管理层面开始的 系统性的变革 所以我们看到 当短暂的机型退去 曼联商业价值高于一切的运营策略 再一次将上个赛季 已出现曙光的曼联 推入了泥潭 C罗和索尔斯科亚搭建的 前场比强体系格格格不入 和其他前场进攻拳位置重叠 不适配的问题 随着赛季的推进 被无限的放大 0比5败走双红会 0比2被曼城全场遛后 1比4 特场被大黄蜂沃特福德蹂躏 13场比赛 其场失礼 从C罗到来到索尔斯科亚下课 短短的两个月 这支上赛季英超亚军球队 就以权限的崩盘 而索尔斯科亚下课后 曼联只找来朗尼克 充当临时教练 过度半个赛季的迷惑做法 更是让C罗直接开始 后悔起了当初回家的选择 36岁的他 无法接受曼联这样肆意挥霍他 所剩无几的足球实践 而在场下 刚刚出示着儿子不幸夭折的意外 更是直接让他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这种紧张的局面 并没有随着腾哈格的到来而得到缓和 反而由于心率和他之间理念的不和 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在世界杯前 上演了一出通过个人采访 跑红俱乐部的桥段 究竟是腾哈格联合高管 安迪丽想要逼走C罗 还是C罗为了转会 不断用各种方式逼宫教练 双方各执一词 真相并不能被我们这些外人所判断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C罗已经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 世界杯攻城 世人会将所有的宽容给予你 世界杯败退 世人也会将所有的矛头指向你 而这一次和06年不同 身后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港湾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 只声向前 向前 向前 用表现 引领葡萄牙创造全新的历史 用行动证明 自己仍然是球场上那个 所向披靡 风华绝代的 罗总裁 我小时候 特别不喜欢英雄迟暮的故事 看三国演艺 每每看到诸葛良命赞五丈远 就不再继续往下看 而人到中年我才发现 相比于早早就在生活的打磨里 丧失内心的渴望 英雄迟暮 却仍能在战场上奋力地挣扎 燃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祸 是多么的幸运 也许这正是梅西和塞罗 在足球范畴之外 给予我们的意义 让我们在生活的细碎 悲索和平庸里 得以喘息 冲燃内心的份 最纯粹的激情 如果我能为这场童话书写结局 我希望他们二人能携手杀出崇尾 会是世界杯的决赛 将一路的颠沛流离 化作一场自尽致颠的盛宴 如果不可以 那也没关系 一路走来 他们已经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和感动 我无法再去苛责他们半分 我只想亲眼见证这段旅程的终点 在自己的记忆里 深深地烙印上他们的身影 留下一个往后余声 每每响起都嘴角上扬的冬天 我们下期见